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设计创业协助者 何一邦 何老师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在 Rhino 中 它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能够快速的检测 我们物件的剖面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 而且迅速能够让我们发现 有哪边是特别薄的地方 需要去修改它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如何去分析这个剖面图的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心脏的罪子 来当作案例 像以各个造型 它如果是实心了的时候 然后会太重 所以我们通常 就会给它做掏空 这个动作 但是要掏多薄 那么我们就需要 有一个工具去检查 不然到最后我们铸造 或者是3D练影的时候 可能会破掉 或者是太厚 产生砂孔 那么我们用什么工具呢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打开显示的标签 并且找到新增结平面这个功能 在选择这个功能之前 请不要选择任何的物件 这样子才不会出问题 那点开功能之后 我们现在是在立体视图 那为了让我们画出来的是立体垂直的一个平面 所以我们需要先点上垂直这个标签 然后呢用三个点来构成一个矩形出来 那这个矩形呢就是我们的截平面 我们可以移动这个矩形 当我们移动到接近物件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说 它被切割成为一个泡面的形状 那为什么内侧会不同颜色 是因为我要事先调整 让它背面的颜色呈现成为土黄色 那如何去看出它到底多厚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另外一种叫做比例尺的方式 我们会事先这样子画一个圆球 那这个圆球是直径一公里 那我们就可以给它移到这个我们希望去测量的物件的附近 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个大概是多少 那以这个圆球是1mm 那这个厚度呢 大概就是1.3mm左右 我们会用这一种方式去检查 哪边可能太厚或者是太薄 那我们这个功能就讲到这边 欢迎今天的教学各位有学到了吗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技巧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参加我们的专业培训课程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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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